测验券 当你有了题库 你才有办法做测验券 我们刚才已经汇入了题库 这边已经有了题库 那我们就可以来出测验券 那测验券怎么做呢 在课程里面 你新增活动 这边就有一个测验券 按下新增 你替你的测验券 这边取个名字 我用test好了 介绍可以介绍 那没有红色表示你可以 不输入 那这边有很多个设定 测验你要设定多少时间 这边你可以设定 你也可以在某一个时段 在开放测验 某一个时段关闭测验 测验的时间限制你要几分钟 假设 我只想给他测10分钟 这边可以设定 当作答时间到的时候 要做什么事 你要做希望他有几个选项 一个时间到自动提交 另外一个是 做答必须的时间到前提交 不然不列入分数 你可以选择 做答时间到就可以 提交宽容期限 什么时候提交 成绩怎么计算 这边你可以做分类 评分的方式 你可以选最高分 还是只能做考一次 所以这个考试非常非常的火 你要细看这边里面的项目 你要做什么设定 版面设计 你可以先在萤幕箱编辑 每页有几个试题 你都可以定 试题做答计分 随机排列吗 新北市医学院这个题库 非常非常的火 如果随机排列的话 题目会随机排列 选项会随机排列 还是不要 按照顺序 所以看你的考试而定 如果要学生不只是背答案 那就随机排列 学生非得把每一题都弄懂 他才有办法 回馈呢 所以他答题之后 答对了要不要给他回馈 可以多次尝试还是立刻回馈 还是延后回馈 如果正式考试就是延后回馈 如果只是让学生练习 你可以选择一个 你适合的回馈方式 好 简式这边 看你怎么做 一般来讲这预用预设就可以 显示 这个成绩 没关系 这个比较没有问题 整体的回馈 整体的回馈 假设你是练习 你看你的整体回馈要是什么 几分 考试几分 你要给他什么正面回馈 好 共通的模组 这个 一样群组的问题 没有关系 好 储存并显示 你说没有题目啊 现在才要给你加题目 你可以自己编题目 可是你编题目 你会发现 增加一题四题 给到刚才的选项里面 很多选项你会搞不清楚 那要怎么去填 然后一题一题编 这是大家不要 最不喜欢的 像这个 又会回到刚才出题的模式 那我怎么在题库里面选呢 那我们就选 增加随机增加一题四题 你可以在这里面 你看我们这里面有四四题 你可以选里面 选要的题目 新增随机四题 他就帮你在里面选一题 配分配多少 做完按储存 比方说我这一题十分好了 按储存 这一题 然后你可以再增加 再增加一题好了 一样 这又一题第二题 这一题呢也是十分 你这样可以增加十题 然后这现在这是一页 如果你希望有两页 就往下增加 一页呈现就一页呈现 呈现完 这样子四题 就做完了 按储存 最高分是几分 四题两题最高分是多少 二十分还是多少 一百还是二十分 我们这一题二十分 注意哦 只能在这里有编四题 储存完之后就不能再编四题 你必须另外再出一份测验券 才能编四题 好我们储存 好这样子你就会有一个测验券 可以给学生做测验 把它设定好 你就可以做 试卷的一个测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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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wer 感谢观看